嘿大家好我是FNike 叫我A夢或E夢 今天要來講9月號的聯盟戰練角推薦 那這一個聯盟戰練角推薦系列呢 是每個月都會做一集 然後呢針對上個月 像9月號的話就是8月的狀況 那8月號就是7月的狀況這樣子 針對上個月聯盟戰實際打的狀況呢 然後來去做這個角色的推薦 就我認為說哪些角色是出賞率比較高的 那些角色是出賞率比較低的 然後優先的練的順序這個樣子 那是每個月會有一集 那這個月稍微晚了幾天 不過因為月初在忙然後加上我在打魔物獵人 對我在打魔物獵人 所以呢稍微晚了幾天 不過呢 還是在這個時候推給大家啦 畢竟 聯角來說的話就是星數跟裝備嘛 那有在N加之前 我都會盡量在N加之前把 這一個 我們在練角推薦推出來 那每個月會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樣 每個月會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樣 好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來講一下 先來講一下 練角推薦的部分呢 我自己是分成三個級別 分成三個級別 那 分級 的 依據呢 是依據出場率 出場率 就是說我練了這隻角色 它的泛用性如何 它是不是幾乎所有的Boss都能上場 很多Boss都能上場 還是說它只有遇到特定Boss的時候 才會有上場的機會 還是說它遇到特定打法 才會有上場的機會 這些都是會去影響到我自己個人做的 評分 因為我認為你練一個角色 你要先練A還是先練B 最需要考量的點是 A的出場機率 是不是比B高 那它如果很長出場 很長登場的時候呢 那我就會覺得這個角色是優先度比較高的 因為公主連結中其實有很多角色它是很強 它非常強 但是它的出場率沒有很高 例如原版的飯糰 原版的飯糰它的坦度 基本上可以算是全遊戲最坦 綜合坦度 我這邊提到是綜合坦度 就是說 坦魂傷 或是 之類的這樣子的情況下來說 它應該是最硬的 那回復能力也是非常好 但是它的出場率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因為適合它上場的空間很少 你不能否認的是它的坦度絕對是很強的 但是它上場的空間非常少 像這樣的角色呢 優先度就會比較低 那這部影片呢 就是針對聯盟戰 打聯盟戰的部分呢 來去做這個優先度的推薦 然後稍微做一些說 角色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 他為什麼會這麼推薦的講解 會稍微做一些這些講解 好 那我們馬上就開始吧 首先是這個優先度SS級別啦 那上個月有提過的我就不特別多講 上個月有提過的我就不特別多講 可以去看上個月的那一部 我在播放清單的地方有放 建立一個播放清單 for這個系列的 好 那 首先呢就是這個 月月 的部分嘛 其實 提到月月我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 推薦鏈 是Rank跟星數然後還有專武這三個部分嘛 稍微針對這三個部分 稍微提一下 可能會有些人會有疑慮 所以是Rank的部分啦 Rank公主連結中 像這種類型的 遊戲中 Rank它是會去影響到 就有的時候 高Rank不一定是好的 有的時候 刺一階的Rank 或少穿一件裝備呢 它可以達到某些程度上的 奇效 是這種類型 遊戲的 特點 所以說我自己的頻道會有 所謂的Rank推薦 Rank升裝推薦 那其實你可能也會有自己覺得應該要升什麼的推薦 那以聯盟戰來說 這邊是以聯盟戰的角度來說 聯盟戰的角度來說 假設你都是AUTO 或是隨便按 的話 那其實Rank的影響並沒有非常大 Rank影響並沒有非常大 是沒關係的 是都可以的 那你如果呢 是會去按手動軸 的玩家 你會需要去按這個手動軸的玩家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的Rank呢 是要跟提供你手動軸的那個人一樣 提供你手動軸的那個人一樣 因為當Rank不同 當裝備不同的時候 他 在這個秒數 可能可以開 你可能不能開 他在這個秒數容錯率可能比較高 你可能容錯率比較低 當你的Rank跟他不一樣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Rank呢 是沒有所謂的絕對 就是沒有絕對哪一個比較好 一定都是會有 有些狀況是這個好 有些狀況是那個好 是沒有絕對的 所以說Rank的部分我這邊就是建議 跟你要超陣容 你要超手動手 的那個人 一樣的Rank 就好 這是Rank的部分 再來是專武的部分 專武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所有的角色都是 先求有 再求升等 先求有 再求升等 因為專武的話 他會有兩個部分的強化 第一個是技能 一技強化 第二個是給能力值 那一般來說會很推薦 會非常推薦升專武的角色都是 一技的技能給的好 通常都是這個樣子 像以中二 舉例來說以中二來說好了 中二的話 他這個角色 因為他專武有提供他的一技破防 他得到這個破防之後呢 他才算是有辦法可以上場 並交呢 他的專武會讓他的一技 物攻上升的量非常的多 所以才讓這個角色有辦法上場 所以呢像這樣子的角色呢就是所謂的沒有專武 就不行 的角色 那例如像狗拳像月月的話 他的專武會比較屬於強化的部分 他其實並沒有像並交像中二這樣子 的這個 大躍進的強化 他就只是一定程度的可能強化20%強化30%這樣子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就會覺得說可能是要升滿 會比較有效果 會比較有效果 所以去了解每一個角色的專武 為什麼要升這個角色的專武是蠻重要的 是蠻重要的 那因為篇幅會太大的關係所以我沒有辦法一個角色一個角色跟大家很詳細的去講 每一隻角色的專武 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稍微 體會一下這個專武的感覺 畢竟 每個月 我會有推出這個專武簡單介紹的影片也都會稍微提到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是有講的 只是你不一定有看或是不一定有注意到這件事 好 那這個月的SS級其實多的就是這個鞍嘛 多的就是鞍這個部分 那鞍我認為他在法隊中也是 有相當的地位的 有相當地位 那就是跟這個鏡華啦 他其實有一點會跟鏡華搶到位子 就是變成因為永黑你一定會放 基本上永黑你一定會放 他是有破防然後加上他的輸出量又高 然後中二你又會放會有破防 所以說會在會導致法隊這五隻角色位置有一點 呃有一點擠啦有一點擠 所以就會變成說你 阿英跟鏡華會有一點搶位子的感覺 那尤其是說鏡華這個月他多了專武 鏡華這個月多專武 導致說冰椎樹的傷害有上升啦 當然你運氣很好的話就是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 呃雖然會有一點這個搶位的效果 不過呢我認為這兩隻角色都還是很值得去拉起來 還是很值得去拉起來 因為有很多的boss是可以出伊莉亞 可以出伊莉亞去打 但是出伊莉亞的話穩定度一定會比較低 所以你可以再去搭配使用沒有伊莉亞的陣容 來去讓你的陣容比較容易成功 例如你不是這麼前面的聯盟 那你的聯盟可能沒有辦法把你救出 或是說你今天的這個SL已經用掉了 你怕伊莉亞爆掉的話 其實這樣的情況下是可以須選擇 不要伊莉亞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 所以說這個角色我還是把他放在SSG拉 並且他的buff真的太噁心了 那其他的角色沒有評價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我就不特別多提 就是這個美里跟新年優衣的部分 其實台版這幾個月打起來 新年優衣我覺得有一點過癒 老實講 老實講我覺得新年優衣稍微有一點過癒 只是 就是讓我有點想要把他放到S甚至A級 這樣子 因為大部分的情況下還是使用美里 因為美里專武之後他的魔攻buff的量 提升非常的多 導致說 你可以放美里的情況下就放美里 因為這樣子輸出會比較高 除非你放美里角色會倒 才去選擇新年優衣 因為新年優衣的防護能力比較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像這個月的那個聖誕千歌的那一刀他其實也是可以使用 新年優衣 去放 那就不需要放兩個 補師 不需要放兩個輔助型的角色 這樣 可是測試起來還是用美里的 陣容 輸出會比較高 這樣子 所以美里跟新年優衣 其實定位稍微有一點重疊 也只是說看扛不扛得住 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這個 A4級別的 那A4級別的話這個月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改變 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那我稍微提一下 三個角色 一個是這個坦克 的部分 那這兩隻坦克其實 還有一個 這個 江戶空花 差點講成大陣 江戶空花 那江戶空花的話其實也是算法隊的一個還蠻 實用的 坦克 但是出場的率真的沒有很高 出場率真的不算非常高 你硬要他上場是可以 但出場率老實講真的不到非常 高 頂多夢魘的 法隊可以用 因為江戶空花 他有霧攻 他有一點點霧攻 所以夢魘的UB會衝 江戶空花 那他又是坦克的體質 所以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說 打夢魘的時候的法隊是有辦法上場 那出此之外好像就還好 所以就像這樣留下然後黑棋這種會破防的角色 是比較容易在聯盟戰出場的坦克 當你需要坦克的時候 會優先選擇他們 那黑棋就會有補血的效果 會幫 前衛的人補血 他有專武的話補血還會再加速 所以 黑棋的話我覺得算是 會上場 會需要上場 零的部分 零的話他的地位主要是專武的破防 但是這個月會有江戶扇子 江戶扇子也可以去 取代零的 本來在做的這件事情 他本來的這個地位 所以說 你如果有江戶扇子的話 那零的這個位置呢 其實就可以直接用江戶扇子 好 就可以去取代這個破防的位置 就不需要放零這個角色了 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那忍的話他是屬於我有點想要放到SS級的部分啦 就 但是還是放在這裡 然後伊莉亞的部分可能會有些人有疑慮的是說 Guraya的部分 但是相較之下我認為伊莉亞的輸出天花板還是比較高的 喔輸出天花板還是比較高的 那Guraya是比較穩 但他的輸出量沒有到伊莉亞這麼高 所以我還是沒有把 我還是沒有選擇把Guraya放進來 然後在Guraya的這個超角色解析那邊我也有稍微提過 然後還沒有看過可以去看一下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再來是這個A級別的喔 A級別的話其實就分成兩個部分 其實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取代型的角色 一個是奇效型的角色 那取代型的角色呢 就是這些物理輸出喔 看到這邊有幾隻這個物理輸出的角色是四隻 那這四隻呢就是說你有缺角色 的時候 你前面的SS級的S級的角色你有缺 那你又需要一個物理輸出 純物理輸出 的時候呢 會需要用到 或是你要一個純魔法輸出的時候 會用到奇蹟象這樣子 這是在你有缺角的情況下 才比較有機會可以上場 你如果角色都有的話就不太能 就不太會有機會上場的角色 是這樣子 那再來第二個是屬於這個 奇效型 或者是 輔助型的 像這個 聖誕千歌 然後新年齡 然後聖誕熊水 這個就是比較屬於奇效型的角色 那聖誕千歌其實呢 比當初預期的還要更好用 這個角色是比當初預期的更好的 那那個小精靈送頭讓Boss多開UB的效果 其實可以達到還蠻不錯的效益 這是聖誕千歌的效益的點 那再來這個 新年齡 新年齡為什麼 可以 列上這個優先度的排行榜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是 他是唯一一個會給 小招會給全隊法盾的角色 法盾喔 就是 魔法無效盾 這個魔法無效盾其實有的時候可以擋下很多東西 例如Boss會有一些控場的技能之類的 那就可以用新年齡這個角色的法盾去扛 因為你用酒鬼的話 酒鬼的法盾有可能會來不及 他可能來不及放 因為酒鬼的法盾是放在UB的部分 那他UB來不及放 就會導致說還是吃到Boss的控制招 可是新年齡的話 第一個他有嘲諷 第二個他有這個小招就是法盾 而且他小招施放的頻率不算太低 所以法盾基本上都會有 那第三個呢 他是坦克的體質 他估計還算是個坦克 雖然他真的不是很坦 但是他估計還算是個坦克 他還是比輸出型的角色還要低 然後嘲諷會把傷害吸到他身上的情況下 也可以有效的增加隊伍的生存能力 就是在部分的Boss 有些Boss他會放很麻煩的控場技能 很麻煩的控場技能 然後這個控場技能可以用法盾去扛 的時候呢 新年齡這個角色就會有上場的空間 這是屬於他奇效的部分 好 那再來是聖誕熊嘴 聖誕熊嘴奇效的部分也是 在說他的推 他的推是非常頻繁 他會很頻繁的去施放推的招式 那推的招式呢是可以去斷Boss的招的 部分的Boss不能啦有的Boss不能 但是大部分的Boss都是可以的 就是可以去把Boss的小招的動作推斷 那小招的動作推斷會有兩個影響 兩個影響 第一個影響是他的這個小招就被你推斷了 這很淺顯易懂嘛就是小招被推斷了 所以他這個小招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那第二個影響呢是會提早Boss開UB的時間點 會提早Boss開UB的時間點 假設呢這個Boss他會花3秒的時間做這個小招 做這一動 然後他做6個動作會可以開出UB 因為每做一個動作就會增加一點TP嘛 是這樣子啊每做一個動作就會增加一點TP 假設他做6個動作就會開UB 那他的第5個動作 預計會做3秒 預計會花3秒的時間做 但是你的熊槌把他推斷了 他實際上只花1秒 因為被推斷了 那這樣子來說他就是提早2秒 他就會提早2秒做完6動 所以他就會提早2秒開UB 他就會提早2秒開UB 這一點在母音米上也會有一樣的效果 也會有一樣的效果 像之前打夢魘的時候會很多人有疑問說為什麼 我的夢魘會提早開 為什麼我的夢魘會跟影片開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可能有放母音米 母音米的小招是會推的 他的短鍵模式是會推的 所以他也會去達到這個效用 導致Boss的UB提早 導致Boss的UB提早 所以說熊槌他是有這個推的奇效 當Boss的招式很麻煩 熊槌剛好可以推斷的時候呢 就可以使用熊槌這個角色 那搭配母音米的話就推的更頻繁 就一直狂推 這樣子 這個是3隻這個奇效的部分 可可蘿跟勇可就是比較水域輔助的部分 這個就不特別提了 可可蘿6星之後還會有其他 就是更強的用途 不過這個就等6星之後再說 然後這個大陣 江戶空花 之前提過了 所以就是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啦總之跟大家稍微介紹了一下 這一個月的聯盟戰 然後也稍微講了一些 可能會有些人有疑問的 算是 小知識嗎 基礎觀念嗎 之類的 反正就是這個樣子 好啦那希望大家就是 針對聯盟戰的玩家 可以藉由這一集 了解到 自己大概會要去練 什麼樣的 角色 那A級別這邊的這個輸出類型的角色 我舉的這幾隻是我認為 我認為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效益 比較高的輸出量的角色 那當然其他的物理型物理輸出的角色也是可以使用 只是我覺得他們比較優秀一點 好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聯盟戰順利 好不好 練腳順利 然後練出自己的 不是練出幾樓是 是練出期望的隊伍 然後打出好的聯盟戰成績 那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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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